微博时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读书一致,感危先锋,时尚潮流 融合创新 最近开心的事应该是 应该是看了两部电影吧 一部是张森文老师跟白克老师的《不止不休》 还有一部是大鹏老师的宝女评论 首先想参观一下咱们宇伯的表工厂 还有就是想去喷泉,非常有名的喷泉去看 打拳,做音乐,就这样 有,今天有,期待一下吧,你们会看到的 搜狐时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这次他们推出来的Square Bang 那个表款我觉得就是投入了很多心思跟创新 还有融合在里面 其实宇伯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品牌故事 包括他们的文化 其实在表,在自身,在制作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多细节相容在里面 等待着每一位藏家慢慢去发掘 其实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么多年了 围绕着这个表的打造跟打磨跟这个工艺 他们是如何去投入到里面,如何去制表 如何去把这种创造的精神放入到这个表的里面 如果你非常好奇,长沙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我真心的邀请各位小伙伴们来长沙逛逛 看看,来体验一下 张索,呼应你 长一时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一新 其实我觉得腕表它在日常穿搭中 它还是非常有自己鲜明个性的 所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穿搭风格 要根据场合,然后配戴不同的腕表 非常喜欢宇伯表的一些文化 还有精神和理念 敢为先锋,独树一致 其实Big Bang是我非常喜欢的款型 包括这次推出的新款叫做Square Bang 也非常棒,对,其实都很喜欢 就是当你看到这块表你会想说 那我能不能拥有它呢 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有另外的12只里面的任何一只吧 紫浩现在在国外 然后在打比赛 然后我也看得非常欣慰 然后他在用他的实力 给国际化的观众朋友们展现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小孩 他们自己知道为什么要做艺人 也知道做艺人最重要的是艺德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想鼓不要重锤嘛 当他们出道了以后 就希望他们能够用他们的影响力 去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我觉得还是要以人为本吧 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培养方式 跟培养路径 然后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然后至于未来 一定属于年轻的下一代 那是一定的 那是一定的